Hello大家好,我是Fibi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像很久没有更新新的CopyTalk 所以今天我想来拍一期 关于生理装饰与生理布置的话题 今天的来宾就是Melodico 我们要到亚明山去参观 他的工作室 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让我有一种回到法国的感觉 那Melodico 他做这个行业已经12年了 那我希望透过他的经验 我可以更多学习 更多了解台灣人对家 对生理、壮事的一些想法 我非常的期待,Let's go 谢谢Melodico 欢迎我来到你的工作室 这真的很漂亮 我也很开心念法国有可以来我这边 很难得 真的,而且我真的起来有一种很法国的感觉 看到这个外面这个画园 法国乡村丰富的风格 有一点南法的 对 然后刚才你的装饰 刚才知道 我感受到你的美学 然后你做这个行业12年了 差不多12年了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社内布置有兴趣 我觉得可能是很小的时候 因为家里其实妈妈还有像我外公 他们其实都对这样这种布置 然后家里的摆设 其实他们都有一点注重 所以应该是有一点恶无目然 然后如果说去朋友家 或是同学家 如果说他们家也是有装潢 然后或是比较有在注重这一块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去研究 可能我就会很仔细去看他家 为什么会这样摆 然后或是说他们的设计师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会请设计师的人 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我会很认真的去看一下 他们为什么会设计这样子的厨房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配色 那时候如果有国外的装潢的书 那我也会很有兴趣的翻阅 对 上次有一个房门问我 Fabu你的美学从哪里学 然后很难回答 因为我觉得这种美学 其实应该是从小时候 一直看 然后一直想要学习 然后可能是去看我妈妈 看我阿妈 可能是整理房子啊 像我自己小时候 把人家试试试试 然后每次看到我妈妈 把家里 虽然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只是住 然后可能有时候已经有一些家居 但他还是会很努力的布置 让这个空间变成我们的家 很重要 对 而且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是因为我妈妈 她其实很少看电视 但是呢 她那次就跟我说 她今天看到一个节目 然后里面有一个法国人叫Fabu 然后她讲到 她就算在外园买一个便当回来 她都会把它做摆盘 对 我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你知道吗 但是台湾大家可能 就是有时候医忙 就会觉得很麻烦 就没有这样的心情 可能会觉得便当来就这样吃 其实在Fabu 在路上没有这么多小吃 当然可能可以买一些小明治 一些傻辣 但是回家的时候 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盘子 所以会把我们的餐桌 摆盘 不一定也很复杂 但是最基本的 然后吃当然要好吃的 但是也需要就是布置一些 简单的盘子啊 杯子啊 我会更享受这个美食 那我看到你这里的状况 是比较偏偏偏 法国风格 法国乡村 比较一点法式 想要配合这里的整个气氛 因为这边是在阳明山 然后是在大自然中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做这样的风格 其实也是比较适合 就是带点自然的感觉 不要说 感觉就是很像办公室 很比较冰冷这样子 那我们业主来看的时候 他可能就可以去想像说 他的家是什么样子 那我自己在这边工作 我觉得倾听大自然 可以给我很多的灵感 工作起来就是会更顺利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这里 上次跟我分享这里之前是 美军 美军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住这个地方多久 住这个地方已经六年了 六年 然后你全部装潢 对 但是外观基本上是不能够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我是利用植物 然后去拍 你的部分真的很漂亮 对 在台北市说真的很难得找到 有的人会觉得说 你花那么多心思 装潢一个不是自己的房子 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说在台北市 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天有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 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大的花园 那这样子的建筑物是很难得的 那我又是做这样子属于欧式风格的人 就是像欧美风格的人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比较落实我真正想要的一个室内设计 了解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 社内不就是很刺人的事情 但是现在有很多不同风格是蛮有心的 比如说有北欧风 或是法国乡村风 工业风 对你来说每个这种风格的有点和缺点是什么 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工业风 但是对我来说比较适合一个办公空间 一个一个office 如果是我家的话 除了我住纽约 然后有这种地下 你知道吗 也就是纽约有种 跟那个点梯下去 然后这种love style 有一些很漂亮的工业风 apartment 但是工业风不会让我很舒服 对了说没有很cozy 所以我比较喜欢北欧风 因为让这个空间比较狂长 然后比较明亮 然后我觉得北欧风的一些布料 跟颜色比较 让身体比较平静 对因为北欧的话 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喜欢北欧风 北欧它本身因为地形的关系 它很多森林 所以像北欧家具里有很多属于木头的家具 对然后北欧一方面可能 纬度的关系日照也比较少 所以它们很注重光线 然后颜色的话可能留白会比较多 那我觉得现在台湾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然后收到很多近台湾的家具 像IKEA这些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采摆到这类风格的家具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还蛮多 它蛮接受北欧风的 然后现在我也很喜欢乱打 乱打 对 混打 混打 混打或是什么 就是你可能有一个空间是比较 背欧 就是混不同风格在一起 这个我也觉得还蛮喜欢的 就是你可能你的房间跟客厅是不一样 或是你的厨房的风格跟客厅是有差别 不知道还蛮有趣的 对 因为混打风其实它就是要几种元素去综合在一起 它其实有挑风格的 例如说你就不可能是极简风跟古典风合在一起 那你也不可能是工业风 然后乡村其实它也不见得可以合在一起 对那所以在选择风格上面 可能你还是要去找它比较有共同性的风格去做融合 那这个比例的拿捏 我觉得一方面是美感的训练 然后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要多看 然后就是多去观摩一下 对 那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空间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每个空间都重要的人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空间都希望是我喜欢的 然后很舒服 但是当然我在设计的时候 如果说业主有一些预算考量 或是有一些想法 那我会跟他说 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 例如说客厅厨房 这个是用的时间最长的 那我们把预算可能多一点用 放在这边 对 那你有没有遇到可能一对夫妻跟你开会 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是老婆 还是很有想法 就是已经想要带又带着梦想的家 可是老公就不喜欢了 然后一直吵架 你会这么拒绝这些问题 其实一定会 然后有的可能是在家里吵过了 有时候他们会透露就是 他们已经吵过 然后他们现在派一个人出来 吵架之后的一个共识 但是当然也有那种就是 可能在我们面前就不小心擦枪走火 或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然后老公在讲什么老婆的手 就一直把他拍掉 他在指图 例如说我想要怎么样 然后老婆就打他的手 这样子 对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觉得站在我们的立场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跟天性有关 一般基本上来说 女生其实比较注重的就是 例如说空间的气氛 然后风格 美不美这样子 但是一般男生比较注重 例如说空间的实用性 对 然后他想的是比较偏实际年的 所以这在天性上 其实就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设计师就是 我不应该就是只站在我的想法 对 我们就是角色要稍微变换一下 可能要站在太太的立场 或是先生的立场 那再做一个协调的工作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 我觉得挑战性其实蛮大的 他不是只有说 你就是埋头设计就好了 他还需要就是很大的一个沟通的能力 了解 很大的沟通能力 然后要告诉大家 因为其实我跟美朗姨 现在认识了蛮久 然后大家知道我对室内设计 室内布置很有兴趣 像最近有跟大家分享铺圆的新的建筑物 然后我没有讨论 然后觉得如果接下来 外来有一些客人 想要有一个比较男生的看法 就是来设计 来帮忙布置 我会来跟你一起合作 对 那我想问你 我之前去看新房子的时候 发现 台湾的房子跟法国的房子 有一些差别 然后比如说 需要再说铁门 因为这个是我在台北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很注意 防着大陆的外观 然后每次看到这些铁门路 它真的破坏这个城市的感觉 那我相信有一些地方是 因为可能安全的问题 一楼二楼他们希望想要保护 那可是有时候我看到 14楼一个贴面 真的需要吗 现在有没有新的方式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现在也有做很多 像防盗气密窗之类的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 有时候是在重新装修 或是说可能换了屋鼠之类的 然后他可能会想要换 但是也有人可能就觉得 就在那边 然后要换 还要去找厂商 他也觉得很麻烦 因为他没有这么看重 就是美感美学的这件事情 对 所以刚才讲到就是我们的合作 我很希望就是 能够一起为台湾的美学努力 对 我也希望 接下来 我之前住的地方 对 我房间的床跟床边桌 都是固定的屋 对 我的衣柜也是固定在屋里 完全没办法移动 对 然后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把我的家具 可能是换地方 换这个风格 对 为什么在台湾这么多家具 是固定在屋里上 嗯 如果像我们北部的话 像台北 因为有时候房价 都真的很高 就是寸土寸金 那有时候衣柜的话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座比较满 嗯 就可以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台湾的空气 其实是比较脏一点 很多台湾人会觉得说 如果衣橱上面还有缝隙的话 灰尘会跑进去 了解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不要麻烦 对 就是觉得很麻烦 这样子 那床头柜可能就是 有时候也不知道要买什么 因为还要花心思去跳 那如果说木工 可能老板就说 顺便订一订啦 或是系统柜的厂商说 顺便帮你做好 那对 就干脆 就是一起就完成 因为这样很快 就不用再去花心思去搭配 对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美水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 对 那你觉得 像如果有一些光宗 他们想要多一点 美食 然后 要从哪里开始 嗯 我觉得 我们可以多听 然后 多看 然后 旅行 但是当然现在就是 疫情关系 不能旅行 那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些 像 网路上的影片 这些 台湾的 饭店这些 那当然如果说 之前可以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从 我们去国外旅行 然后看到一些建筑 看到一些饭店 然后一些餐厅 都是 都是可以 我真的需要多看 就是 也可以在台北 去看一些 餐厅 一些饭店 然后看看 他们这么 白盘 对 或是他们可能有一个 一个地方 是给客户 就是休息 他们这么布置啊 他们这么 他们的逛这么挑 我觉得 美学是可以自己去发会 然后 多看 然后看一些杂志 但是现在也是很多 有机频道 有一些 很有才华的设计师 在分享一些DIY 或是一些 Tips 所以真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第一个不做是 自己要感受到 就是我想要改变 我想要多看一些细节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 更舒服更漂亮 那如果是装饰的话 装饰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从一些生活的软件 像这个抱枕 对对对对 因为你换这个抱枕套的话 其实 旧的收起来 它折一折就很小 对 然后或是 沙发布其实也是 如果说看腻了 或是有破损 它其实也是可以换 可是沙发布可能 价格会比较高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 可能有一些人 它们有一个老的沙发 再煮一点的沙发 对对 就可以换一个 一个blanket 对对 在上面 搭配一些震动 然后 整个沙发的感觉 会不一样 对 然后或者是说 有些油漆 它其实是 可以DIY的 那如果说 有这个时间的话 我也觉得 自己换一个油漆颜色 其实它也还蛮方便的 但是因为 墙壁颜色改变的话 你会觉得整个 空间的气氛不太一样 对 还有一些壁纸 对 现在网路上也可以 买一些壁纸很漂亮 对 然后可以完全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家的风格 对 但是当然就是壁纸有牵涉到 像什么对花 然后墙壁平不平 如果你希望做的是 比较细致一点的话 可能需要找 一个好的师傅 然后你可能墙壁要先处理好 对 然后一些小的 物质像 一个地毯 一些蜡烛 一些植物 小的灯光 这些小东西 其实不需要花太多钱 可是会让你们的空间更有 一种风格 一种风味 对 也会比较温馨一点 就是 你有一个生活的 轨机的蜡烛 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对 你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美学 就是对你来说美学代表什么 我觉得美学这个东西可能 在生活上我觉得它是很无形 但是它是无所不在 然后现在的人其实生活大家也都很忙碌 然后有很多烦恼啊 对 那我觉得 当我们把生活美学这个 落实在生活里的时候 会觉得我们的人生会更美好一点 更美好 对更美好一点 对 不是说我们每天就是只是工作 对 就是一些生活仪式感 然后一些生活的美学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感觉更开心 对 常常我在想 那很多人可能是整个礼拜就在工作 然后在每个礼拜五 好期待这个 终于是琢磨 有一种我可能不需要在家里 或者不需要在工作 可以去享受一些东西 但其实你可以在家里享受一些美好的时刻 可能是做料理 可能是布置一个空间 可能是在家里做一些DIY的事情 看一部电影 但是像你看一个部电影 你想不想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对 所以像我去一些朋友的家 然后发现 他们想要换他们的装饰 他们的布置 可是放置很乱 很乱 那我会先跟他们说 你们现在想要 需要好好调 你们真的需要什么 然后让这个空间更 更干净 接下来我可以帮你们布置 我在台湾很喜欢买一些小小的食品 还买一下下的装饰 然后 因为可能台北的方针没有怎么打 所以很快可以很乱 我会建议 如果你们要在家里 可能 开始布置 然后开始享受 在家里一些 美食的生活 整理好 弄干净 然后接下来可能一步一步 买一些枕头 一些布啊 一些地毯 拉住 让你们的空间更舒服 谢谢美罗姬 今天欢迎我 在这个漂亮的 我可以说这个法国的房子 真的很漂亮 真的有 有回到法国的感觉 真的 希望大家今天 希望这个Coffee Talk的影片 那麻烦你们 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